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四章车祸重伤者 看这检查结果 李强吃了一惊 心想这还不死 这冯绍真是福大命大 只见数个检查结果上所显示的数据 与叶浩轩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李强吃惊的看了叶浩轩一眼 心想这人有透视眼 或者未卜先知的本领不成 发什么愣 到底怎么样 那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吼道 这个 逢少的情况不容乐观 双腿粉碎性骨折 柱骨断了几根 而且光显示 有一块碎骨已经刺入肺液处 恐怕要马上做手术 李强没将话说死 其实就算是做手术 请了医院最著名的那颗专家 华老来 恐怕也不足 两成活命的机会 那还不赶快安排 年轻人怒吼 是这样的 逢少的伤势太过严重 手术又极为复杂 恐怕这里成功率不大 我建议 转院 转院 年轻人几乎要抓狂了 他红着眼睛抓住李强的伊林吼道 特么的这里是清源市最好的医院 你让老子往哪里转 京城的希望或许比较大一些 李强战战兢兢的说 京城 你他妈的是傻吗 这里到京城有多远你不知道吗 李强满身冷汗 他说到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我已经通知了院长 华老与刘主任马上就赶过来 院长也会过来 会有办法的 年轻人恨恨地丢开李强 心道我他妈的能不急吗 冯绍是因为他的提议才去飙车 结果落到了这种地步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吃不完都遮走 而现在病床上的伤者 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 紧接着从口中冒出大口大口的血沫来 在他身上插着的仪器 马上响起滴滴的警报声 在场所有的人 神色全部一变 就算不是医生 也知道一气报警意味着什么 快去救人 冯绍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都等着去死吧 年轻人思节底里的吼道 只是李强束手无策 他面色惨白地看着大口大口向外吐着血水的冯绍 嘴里一阵阵地发苦 遇到这种情况 除非是华老到来 才有一线希望 他一个小小的主治医生哪里有办法 而一边的叶浩轩眉头一皱 快步上前 搭在伤者的手腕上 神色渐渐地凝重了起来 伤者刚才咳嗽触动了肺液上的碎骨 现在必须手术 叶浩轩说道 李强恨恨地瞪了一眼叶浩轩 这他妈的不是废话吗 老子当然知道要马上手术 可谁来做 你吗 起料叶浩轩一推病床说道 我来手术 需要一个人来帮忙 你 李强眼珠子几乎要掉落在地 心想这货疯了吗 这么高难度的手术 就算是华老来 恐怕也不过是两成把握 你一个小实习医生 冲什么大头冲 一旦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来 你吃不完都这走 况且这是冯总的公子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是谁 那年轻人一争 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李强贺道 胡闹 你一个实习医生 你会做手术吗 你拿过手术刀吗 病人出了问题 谁来负责 叶浩轩 我来负责 现在伤者情况危急 一刻也不能耽搁 等到华老赶到 早就没命了 你负责得起吗 李强几乎是吼的 他心中认为 叶浩轩疯了 真的是疯了 怎么样 相信的我的话 我就去做 不然我给不干涉 叶浩轩盯着那流气的年轻人说道 你有几分把握 看着叶浩轩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心里有些松动 六成 叶浩轩想了想 还是有些保守的说 其实 他有八成把握 放屁 这种重症 华老来了 也不过二三成把握 李强觉得叶浩轩 要么疯了 要么就是在冲大头冲 好 那就交给你了 不过要是冯少友三长两短 我让你死得很难看 混混咬牙说道 叶浩轩不再理会他 对一边的兰兰说道 能帮我一下忙吗 我 兰兰看着叶浩轩自信满满的样子 一咬牙说道 好 我相信你 叶浩轩点点头 推着伤者 就要向手术室走去 叶浩轩 病人家属没来 你不难做这个手术 李强兰叶浩轩喝道 滚开 你有本事 你怎么不去做 混混青年怒了 一把将李强推到一边 叶浩轩推着伤者 走进手术室 顺手将手术室门锁死 这种严重的伤 不能出一点意外 帮忙把他身上的衣服剪下 叶浩轩消毒 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针带 右手一抖 针带展开 里面露出大大小小 密密麻麻的上百根针 迎针是家传的 叶浩轩自幼学习中医 迎针是随身携带 叶浩轩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一股气流缓缓地流动 注入手上的迎针之中 他双手连贯如行云流水 只见片刻便有18根迎针 刺入伤者十几处穴位 伤者原本吐血不止 随着迎针刺入 情况马上有所好转 叶浩轩气罐双手 缓缓地将双掌搭在伤者身上 体内的浩然绝流动 向伤者身上渡去 院长与华老吉留主任一众人群 赶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 是谁在里面做手术 这一把人刚到 另外一群人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人 正是长天集团的老总冯志远 跟在他一侧面色交集的贵妇 则是他的妻子苏芝 余下的几名是保镖 冯总 那个 欢迎 院长一紧张 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冯志远冷哼了一声 不悦地扫向院长 院长心里罗登一下 知道自己失言 医院这个地方 没事没人愿意来的 他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 冯总放心 医院的医生素质过硬 况且有华老在 贵公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院长转身对李强说道 冯少呢 李强哭丧这脸说道 手术室呢 情况比较危急 必须马上手术 手术室 是谁在做手术 院长问道 他叫叶浩轩 叶浩轩 院长愣了一下 半天也没想起 叶浩轩是医院的哪尊大神 给大家看 我们又要试炭了一条